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太极门1219事件 平反第14周年全民开讲 我是主持人美玲 相信大家最近最常听到的话题 就是太极门淹错假案 因为一些没有良心的官员 无尊生有编造出的整数人民的假案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 可以了解太极门淹错假案 的真相 Hajimun what's up Hajimun是古老的七宫无数小型门派 欢迎你公议团离 西流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仁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物质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恋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仁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仁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意识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仁除了鸡押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不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仁更滥用权力 包吻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恐恶 第一共受鸡押的师徒 哇这时代太巧诡了吧 活宽仁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失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失礼 what's that 禁失礼是 dits干恩师父愿意 show to的心意 是准使忠道的标签 其幸福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国节给父母的红宝 其诉书既然认定禁失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门面临 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失礼 是证与性职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遭无辜积押的仕途 均获得国家孕育赔偿 揭查与更调查指出 活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原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大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门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证与书证 都证明禁失礼是证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五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 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证与的证据引译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次证明禁失礼是正宇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 掌门人课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红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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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课税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互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腔道有何不同 从太极门案 可一挥不法检察官的烂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院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不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 强迫人民要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物 暗夜枯迹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 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一件取疑猴宽人检察官 违法乱钱 制造出的太极门烟错夹案 污蔑太极门掌门人养小鬼 还叫税务员使业生做伪证 被不明不白的构陷 破坏了持续至25年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乙坛人 来分享 首先我们邀请姿怡小姐 她是一位退休的设计师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 以前会入门前 因为心脏半谋 必锁不浅 所以平常时候体力不好 容易喘也容易累 无法长时间的走路跟站着 所以只要是放假在家时 只想要休息 很想出去爬山玩水 但都只能想想 身体无法配合 到了晚上睡着后 若不小心撤睡时 只要超过10分钟 心脏就会痛到醒过来 再来因为工作关系 导致下半身的气血不通 常常半夜会睡到脚抽筋而醒来 看医生吃一堆药也好不了 身体不好 晚上睡不好 白天跟假日又会一直很想睡 这样恶性律下 让我的生活品质很痛苦 却无人为力 而自从日门之后 我始码当活马医 想说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自己救 所以我很勤快的每天早晚都练气功 不到几个月身体很明显的转变 让我很吃惊的是 之前发生的状况已经很久没有再发生了 现在睡得好身体健康又有好体力 已经能跟朋友到处游山玩水而不会累 而更不会走不动了 也因为练气功之后 气血通畅让自己拥有好气色 身边许多朋友都称赞我 像少年阿嬷 我真的很感谢太极门让我的晚年生活品质 从谷底彻底翻转 民国85年12月19号 太极门遭受侯官人检察官编织罪名无端迫害 虽然已96年最高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无欠税 无违反税监基征法 在行案上终于还太极门清白 但因行案所延伸的税案 因张胜和己都为财税官员 为了税务奖励金而不放手 不但没有撤销税丹 反而继续用维法所断 开出乌龙税丹 明灭太极门 25年了 人生有几个25年 师兄姐们的青春就好会以国税及无止境的诉讼中 无法好好规划自己的未来 我的师父洪道子博士教导弟子 该缴的税一毛都不能少 不该缴的一块钱都不能缴 对的事情就要坚持到底 单从行政法院的税法判解结果 百姓税败数率高达94% 这不是民主法治国家应有的税现象 事实上 胜数6%的百姓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国税级隔一段十日后 又会重开税单给你 陪你再走税务行政救济的路 一次又一次虽能承受得起 而太极们努力对抗国家暴力胜数了16次 最后也是被国税级以行政执行署 连强行为法拍卖太极们资产 二度拍卖不成 竟然直接宣布收归国友强制结案 这真的是民主法治人权的国家吗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政府不会无端编织莫稀有罪名给小老百姓 如果不是因为太极们假案 我想我不会了解政府 其实也会欺压善良老百姓 诚恳呼应政府官员秉持良心行事 还太极们清白 终止这25年的税法破案 期盼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时 都能为民众走向 不让恶化迫害人民 在此我诚挚祝福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太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谢谢姿怡小姐的分享 太极们是修身养性 让身心灵达到平衡健康的好地方 姿怡小姐从生活痛苦无能为力 透过恋太极门气功后 现在的她快乐又健康 姿怡小姐说 如果不是经历过太极门假案 她不知道国家官员会欺压善良百姓 她呼吁国家政府官员 要秉持良心执政 接下来我们邀请第二位羽坛人 曼琳是一位高中生 现在我们请她来分享 大家好 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推荐我入太极门 因为她看到我的情绪很不稳定 我在还没入门之前 经常生病 过敏很严重 一个月要看好几次医生 但是入门后 我身体的问题 有很明显的改善 不会这么频繁的去看医生 尤其个性变得很开朗 记得有一次国中运动会比赛的时候 非要心跌倒伤到了手 就赶快去看医生 医生师兄说 还好我有练功才不会很严重 不然正常人就鼓裂了 我入了太极门后 交到了很多朋友 也学到了很多 在学校学不到的事情 很独立 想法更正向 体力更好了 太极门就像我第二个家这么重要 我觉得太极门检案真的很夸张 事件发生当时 在没有证据 未经调查的情况下 太极门被四百多天媒体报道抹黑 污名化 受害者达到了上万个家庭 已经25年了 还没有解决 明明刑事法院三审都已经判决 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计真法 确定了也获得了国家愿意赔偿 但是国税局还是继续违法开单 甚至违法查封 强制移送行政执行署 强行开办太极门土地 虽然国税局把八十八二八三八四八五五个年度的课税处分 已经变成零了 可是国税局却违反一致性 单独把八十年度的禁税持续强征课税 以上强制执行 25年来国税局违反课税已经浪费了许多政府的钱 庞大的资源侵害人民的权利 伤害台湾 我参与了法盲制公后才发现 现在还是很多人被国税局乱开税单 而且那些国税局官员为了拿奖金 会没有证据的来开出百姓莫须有的税单 这让我了解国税局的所作所为 更了解太极门案件是如何发生的 有时间的时候会跟妈妈一起参加机车联 会看到很多人盯着我们这边看 也会有人来问我们是做什么的 了解后他们会分享他们的想法 或是他们遭受的情况 我有时候也会去车站节宣发传单 之前会觉得很尴尬很害羞 但是想到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 也要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税务案件 就会很有动力 因为在学校课本也只会说 人人要缴税要遵守法律 但是太极门的税务案件就是违法了 国税局都没有遵守法律就开单 我们每次一而一九去开单抗议 就是希望政府能够赶快真的 超级的解决这些问题 但全开出税单的作为对于我们学生来看 是非常负面的教育 也会让学生以为法律是老百姓要遵守的 公务员根本可以不用遵守 这一定是不对的 希望政府一定要对违法失职的官员予以惩处 被官员侵害人权的老百姓 只要还其清白 甚至是这样的赔偿 这样才是民主人权国家 GAL的正确作为 谢谢曼林同学的分享 曼林在太极门练功后 个性变开朗了 很独立 想法也很正面 实在太棒了 这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 他也是一位法税改革的志工 有空时他会和妈妈一起 站在街头做法税接线 发传单 希望政府赶快惩处 乱开税单的违法官员 接下来我们请小玉老师分享 和他三位好朋友的呼吁 各位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叶毅 目前是一位老师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平常上课或是在行情中的对谈时 比较不容易聊到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有关于太极门的案件 关于这个案件的始末 在1219行动联盟的网站上 可以找到许多详细的资料 我在这边整理一个比较概略的版本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案件呢 要从距今25年前开始说起 邻国85年年底 太极门遭不实匿名检举 高雄地检署展开调查后 因查误不法而签结 新竹地检署也在调查之后呢 与媒体公开表示即将签结 然而同样是不实检举 侯宽人检察官竟然无视 高雄新竹的调查结果 违法一事三办 滥权搜索侦办太极门 侯检察官因查无犯罪证据 于起诉前6日 传讯国税局官员石岳生作伪证 石岳生未曾盗过太极门 也并未失职查核 既然就谎称太极门是补习班 涉嫌逃漏税 侯检察官从来没有告知罪名 也并未询问当事人 有关证词的意见 便直接将石岳生未经实质调查的证词 当作起诉逃漏税主要的证据 违法起诉 并且将税单移送至国税局 国税局竟然也在 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 仅凭起诉资料 便将太极门当成补习班 违法磕税重罚 掌门人因此被以养小鬼 欠税诈欺等名义起诉 并积押长达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司法上刑事法院 花费十年三个月缜密的审理 最后于15年前的民国96年7月13日 三审判决太极门无诈欺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侯检察官的起诉 也在91年时被监察院调查 列出八大违法 而且在民国98年时 太极门遭到违法积押的受害者 全数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全案自始至终都只是假案 税丹却时至今日仍不断开出 甚至在去年的8月21日 太极门在苗栗的修行御定地 也因为这张税丹被强行收归国有 这起直至现在都悬而未决 导致人权受到严重侵害的案件 被学者称为法税228事件 同样是228本案受害的人数也无法计量 同样是面对威权体制 关注这个案件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网路上的风向就能带动舆论的方向 但身而为人路我们 应该做的究竟是正确的事 还是就永远当个长虫草 只做与现在风向相符的事呢 这个问题或许见仁见智 也或许这个案件真的会像228事件一般 要知道几个世代之后才能真正受到关注 真正获得声量获得平凡 即便此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即便到了那个时候 已经有数不清的人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为了不要到紧急的时刻才亡羊补牢 在一切来自此前 我在此呼吁政府能本于职责和良心 撤销违法税单 让违法官员接受应有的制裁 频繁太吉门甲案 让这个社会不再有像这样的案件发生 让台湾成为真正民主法治的国家 充满着幸福与快乐 我是桃园的小平 我长期在太吉北养生念功 让我学得怎样真正的爱之神 法税整改革 我们台湾成为真正的爱之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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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Lucky 我在太吉门店到客气好员结善员 以及棘手不易勿施于人等做人处事 该有的原则 不罚奖金是万乐的奄言 要赶快废除法税政改革良心救台湾 大家好 我是小梅 我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努力工作 奉公守法 钟爱国家 在太吉门里跟着师父修习气功与人生的智慧 让我的身心健康快乐 家庭美满 但少数不法无良的政府官员 却迫害太吉门师徒长达25年 至今尚未平反 这25年的心酸与悲痛 只有胜利其中之人才能知晓 呼吁政府 面对真理 良心 勇敢的平反太吉门假案 重视天赋人权 世界才能和平 谢谢小艺老师及三位好朋友 小梅小平Lucky的分享 小艺老师分享中提到 侯宽人检察官制造假案 查无犯罪证据 检察官侯宽人 教所国税级官员使业生作伪证 接着下来 我们来看这支影片 是税务员使业生在临终前的密接 规则 是什么 你整个唱歌的一席 对不对 好 现在 但是,現在他... 就是說當時怎麼會? 教練,你當時來講,你就不應該了。 當時怎麼敢?你懂不懂? 沒有學的,沒有什麼敢不敢的。 他當時聽說說斷雲按鈕的時候, 我實在說斷雲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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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就這樣辦。 就這樣辦? 所以說,那時候人家找我的時候, 人家想,就還是有認識。 對。 沒有人要給你,要給你。 對。 所以您那個時候,您說, 就這樣辦,是施教處的人,跟您講的。 然後您那施教處說,有問題。 結果他也有問題。 嗯。 我們是斷雲按鈕, 你拿來,我們怎麼看嗎? 看清明阿里,我另外講。 我說,咦? 去吃了。 老子女,我當時是看。 我說,你們怎麼算的? 他就拿了個噁害。 你趁忙以來的。 你信不信, 說,這樣不用吃飯吧。 然後他就說, 他就,啊,這個不纏。 不纏。 然後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 他說,我們是下午餐。 你們要想餓。 這就是, 要做嗎? 你們要想餓。 吃飯嘛。 去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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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意思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飯啊。 我們, 人家, 因為我壓力, 我沒辦法, 我就這樣飯。 然後你來找人要, 沒問題。 所以說, 媽都,欸, 用不成, 怪我。 台灣人要找我去, 她的成績是, 打會。 打會? 打會? 你是說她找你去,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嗎? 就是, 你不管說什麼, 反正她寫哈了, 是不是? 她嚇死了。 她嚇死了。 她, 一直把我跟她講, 去年了, 說她這樣子嚇死了。 所以, 講得很好。 哈哈哈哈, 她打電話還問你, 問你說我, 我當初跟你講什麼? 她自己講的話, 她不記得嗎? 她要 Johny, 嚇死了。 妳 Write, 配福是叫做什麼? 他屈角。 那是爆了, 他屈角。 那是10年前的案例, 橋屈角症。 我 她不再叫的快所, simulate early night, 侯宽人教所死业生做伪证 诬陷太极门逃漏税 迫害至今25年 也让太极门师徒蒙烟 25年是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 写者专家称太极门烟案为 台湾法税228事件 是跨世纪人权破坏的案件 在这12月31日 人权业的最后尾声 我们取取我们的小英总统和政府官员 拿出你的良心 落实法税改革 实践人权立国的魄力 让台湾真正成为亚洲民族人权的灯塔 最后 以一首为爱勇敢结束今天的雨谈 谢谢大家 承受了24年的冤屈 依然屹立不遥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以着风 以着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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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光滴烈的力量 并为爱 偏偏荆棘继终于来花香 用爱 可护恐惧 用幸福并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用它快快步 我们要坚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长夜将近 异灵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天光滴烈的力量 因为爱 偏偏荆棘继终于来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力敌这招所有的违法最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 抗争到底 好 抗争到底 反斗奖 反斗奖 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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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斗奖 要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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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